今天,這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病人。 六十年代我在醫科大學的時候, 也不過是四十年前, 幾乎看不到癌症病人。 而今天,到處都是癌症病人。 有數據表明,在文明國家三個人當中,有一個就有癌症。 三分之一的人數。 而且,很多年輕人就得了癌症。 什麼是癌症呢? 癌症其實從正常的細胞開始的。 在正常細胞裡的基因開始改變。 是什麼改變了基因? 我們已經談論到多次, 基因是文字, 文字是要表明意義。 所以,當意義改變的時候, 基因就隨之改變。 你每天生活當中, 思維和感受都會直接作用於基因。 可以改變基因。 在上一講, 我講到了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免疫系統出問題的時候, T細胞改變了。 T細胞正常的時候是保護人體的。 變異的, 變異的T細胞開始攻擊人自身。 我認識一個小女孩, 十二歲的年齡。 她發生了這個 嚴重的患性, T細胞正在攻擊她的腎臟。 使得腎差不多完了。 醫生曾經建議做患移植腎臟手術。 她的父親非常地吃驚。 她的父親打電話給我, 問我能不能幫得到她的女兒。 我問了她一些問題。 然後找到了答案, 為什麼孩子這麼小會得這樣的病。 。 這父親是非常嚴厲的父親。 她不是那樣有慈愛的父親。 這父親很有音樂天分。 她小時候甚至想成為鋼琴家。 她家裡很窮, 上不起音樂學校。 她幾乎受不到音樂教育。 她覺得非常地難過。 她幾乎要發誓, 當她結婚,生了孩子, 一定讓孩子無論如何學音樂。 這個閨蜜就是她的長女。 很不幸的是, 這個女兒並沒有繼承父親的音樂天分。 而這個女兒幾乎沒有音樂天分。 但是呢, 父親強迫她一定要練琴。 她非常討厭練琴。 當然, 練琴沒有什麼漲盡。 父親強迫她, 打開她大聲喊叫恐嚇她。 當她到十二歲的時候, 鋼琴也算練得不錯了。 所以,她在教育中, 她在教育中, 她是很討厭的歌手。 她當時, 她在教育中, 她都覺得她彈得不錯。 但是她卻生了病。 他卻出了问题。 没想到,他的小弟弟却得到了父亲音乐方面的基因。 他的音乐天分十分突出。 当这个弟弟开始拉小提琴的时候, 他不断地继续长进。 弟弟十岁的时候, 他就成为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手。 当这个弟弟拉小提琴的时候, 观众们表现得十分安静。 所以,这个弟弟出了名。 然后,这个姐姐,十十岁的女孩, 感觉她离开了。 她觉得没有人在乎她。 她也不想再弹琴了。 她不再练琴。 父亲发现这一点,就对她非常火。 说什么孩子也不想练。 因为不管怎么样,她怎么努力, 她也比不上她的弟弟。 她觉得非常伤心。 她又觉得嫉妒。 她还觉得生气。 她就不想活了。 父亲还是在强迫她练琴, 她已经十分讨厌。 因为她开始嫉妒自己的弟弟。 妈妈同时也在对她吼。 因为她成绩下降了。 她觉得她不开心, 她不愉快。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在黑暗中用被子蒙上了自己。 她一直想, 我死了,算了。 我死了,算了。 这个信念好像非常强烈。 一致强烈到寄入了T细胞。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T细胞对你的思维反应非常敏感。 这样的想法是好的吗? 当然不是。 这个想法是很糟糕的。 所以这时候T细胞就变异了。 T细胞就想能够帮她死, 所以先进攻了肾脏。 所以T细胞进攻了她的肾脏。 几个月之后, T细胞就差不多毁掉了女孩子的肾脏。 所以我请她们来, 来参加我的诊疗过程。 这个疗程被称作新奇典的疗程。 所以她们来了。 她们了解到了导致孩子生病的真实原因。 父亲就哭了。 这时候父亲就抱住自己的女孩子, 说:"哎呀,孩子,对不起。 我是你今天生了这样的病。 孩子你知道吗?我爱你。 父亲这时候说:"孩子,你不用再练习。 你不想练习吗?行。 我逼着你练习, 是我想让你练习。 这小女孩永远希望她父亲只爱她, 只有当她谈情好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父亲的爱。 如果她琴弹得不好, 父亲就哭了。 所以她所感受到这种爱, 是一种很糟糕的爱。 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 你会让他们感觉很好。 即使他们做的并不值得你爱。 父亲这时候对女儿说:"孩子,你不用再练习了。 我对不起。 这小女孩觉得非常高兴。 这个女孩从前一直感受到父亲那种带有条件性的爱。 只有当她练习弹得好的时候, 父亲才能够爱她。 父亲爱的不是她。 父亲爱她弹琴这件事。 所以,父亲也意识到她的爱原来是这样的条件性。 这一刻,孩子感受到了父亲没有条件的爱。 父亲说:"不用再练琴了。 我还是那样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她真的感觉到幸福。 十二年来,她第一次感受到父亲是这样的爱她。 她这么幸福。 所有幸福程序都开始工作了。 所有分泌这些幸福激素的基因都开始工作了。 所有分泌这些幸福激素都开始工作了。 所以,她感受到父亲和父亲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奥西托森, 因为奥西托森是一样的。 父亲感到满足。 她的满足是因为即使女儿不练琴,她也能爱她。 所以,父亲产生了这种CCK的基因。 所有这些幸福, 又在作用在T细胞上。 她没有再觉得想死。 她父亲这样爱她。 她不需要再这样练琴。 她开始在盼望中生活。 她完全相信父亲对她的爱。 这种经历非常美好。 对你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人无条件地爱你。 这是多么强有力的经验。 她是那样的幸福。 她会这样说,我爸爸爱我。 不管我练不练琴,我不练琴了她还爱我。 她是爱我的。 你觉得世界多美好啊! 你觉得她还想死吗? 当然,不再想。 永远不想。 她说,我要活下来。 我有一个新的爸爸, 因为我有了他无条件的爱。 她父亲的无条件的爱, 改变了女儿身上的脂肪。 所以,基因开始改变。 女儿跟父亲手拉手的走路。 她边走边跳, 跟父亲快乐的游戏。 一周之后,她变得健康起来。 当然,她也开始吃健康的饮食。 全粮的馒头。 糙米。 新鲜的水果。 蔬菜。 豆类。 土豆。 玉米。 这些非常自然的, 非常健康的食物。 她也开始喝可乐这样的饮料。 她也不再喝可乐这样的饮料, 开始喝清洁的水。 这些含有过多的防腐剂, 过多的热量, 过多的脂肪的食物。 她跟父亲一起锻炼。 当然,她一定会恢复。 是因为T细胞的改变, 从不正常变回到正常。 因为在大脑里最终那些幸福的基因开始作用。 这就是气。 这就是气。 因为父亲给了她那样真实无条件的爱。 这真实无条件的爱, 就是她所需要的气。 所有的基因也开始修复。 她的肾脏也开始恢复到正常。 那等待给她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医生。 不断的再给她打电话说, 你现在干什么还在等吗? 三个月之后, 父亲把她带回到医院。 医生吓了一跳。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 她的T细胞已经不再攻击她的肾脏。 她的肾脏已经恢复到90%。 医生们非常地吃惊。 这是什么样的奇迹。 对于当代医学来讲, 治疗这种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疾病的唯一的药品, 就是杀害她的T细胞。 今天很多孩子患糖尿病也是这样的免疫系统, 出了问题。 T细胞变异开始攻击产生胰岛素的这些细胞。 孩子得不到正常胰岛素的供应。 所以孩子会因此得了糖尿病。 这些孩子会变得十分内向, 非常安静, 他们伤害自己。 所以体系统开始改变, 然后伤害到她体内的组织。 所以这也是免疫系统出的问题。 有时候这种倾向是从子宫开始的。 当母亲怀孕子宫里怀孕孩子的时候, 母亲怀孕期间经历到这种痛苦的心理感受。 有时候怀孕期间的母亲试图自杀。 那种强烈的情绪, 这种强烈的情绪, 会直接通过子宫影响到胎儿。 这种强烈的强烈的强烈的强烈性。 在这个胎儿的T细胞的成长过程, 就会有便宜。 以后, 这个孩子就会有他自己的问题, 免疫系统出问题。 当代医学, 会用药物来杀死T细胞。 但是呢, 这种挣扎却是无止境的。 因为新的T细胞, 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T细胞。 当新的T细胞产生的时候, 如果你的想法和周围人附近你 没有改变, T细胞还是一样会出问题, 变成变异的T细胞。 所以, 要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幸福是从无条件的爱开始的。 如果在你的家庭里, 家庭成员之间都能够毫无条件的相爱, 你和朋友之间也有无条件的爱。 然后, 你开始发生这种好幸福的细胞, 而T细胞又会同时杀死你身体里面秘密生长的那些癌细胞。 所以, 你就可以自己预防癌症的产生。 即使在你的身体里会有癌细胞的产生, 你所感受到的幸福, 还有T细胞的强健, T细胞就会杀死那些已经生出来的癌细胞。 所以,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 即使在你的身体里有癌细胞, 如果T细胞变得正常,变得强健, 癌细胞会消失掉。 有时候, 你身体里有癌细胞, 这些癌细胞会在T细胞变得非常疲惫的时候, 它们非常活跃。 癌细胞到处活动, 因为癌细胞的自由, 因为你的T细胞足处于休息的状态, 所以癌细胞享受了充分自由。 然后, 你开始生活这种很痛苦的生活方式, 你了解到健康的饮食。 然后, 你明白了, 所有这些快餐, 汉堡可乐都会是不健康的。 然后, 你开始吃全粮, 吃蔬菜水果, 土豆、玉米、豆腐, 还有那些红瓜都对你很好。 当你了解到这一点, 然后你觉得, 哎呀,我真高兴啊,明白了这一切。 所以,我不用再花钱买这些昂贵的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都会有很大的脂肪含量, 也会有很高热量, 还有高脂肪含量, 对你的T细胞作用很坏。 然后,你开始吃好的饮食, 当然,这些饮食你觉得高脂肪、高蛋白质, 然后就开始肥胖。 而同时, 且伤害到了你的T细胞。 可是你听了这个讲座, 然后你觉得,哎呀,能听这样的讲座, 我觉得很高, 这是真理。 然后你开始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你也运动,喝水, 开始了一种奇妙的生活。 你的T细胞觉得很舒服, 身体的内部情况变得非常理想化, 营养也保持了平衡。 然后,气就来了, 而你的除鳗尼生在正常出场。 从此,你为健康寻找到了新的出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起点。 你的飲食習慣是高脂肪、高熱量、緊張, 對T細胞來說是最糟糕不過的。 T細胞喜歡你做運動, 當你運動到足夠量的時候, 但不要過分運動, 你的T細胞也會變得結實起來。 當你開始工作的時候, 你去公園,有力氣地快走, 走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如果你走得太慢, 這沒什麼作用。 你覺得有一點點出汗。 這時候,T細胞就開始活躍。 當你吃過量的飲食, 太高的熱量, 這時候,T細胞就覺得很郁曼。 有意思嗎? 如果你吃的是特別辣、特別鹹的食物, 還有食物的添加劑, T細胞也會變得脆弱。 當T細胞變得脆弱的時候, 這時候再有癌細胞的產生, 所以,T細胞也沒有能力殺死那些癌細胞。 所以,吃要知道怎麼吃。 當你吃飯的時候, 一定知道早餐非常重要。 很多人是沒有吃早飯的習慣, 因為他們太忙了,要上班、上學。 但是,一天當中早餐最重要。 所以,早起一點, 做豐盛的早餐, 吃一頓美好的早餐。 到午飯之間, 不要去吃零食。 如果你吃飯的時候, 你的消化系統必須再次工作。 因為人體的胃和腸道, 都需要休息。 每一樣東西都需要週期性地休息。 他們休息之後, 就可以正常地工作。 所以,如果在兩餐之間吃東西, 所有消化系統不停地工作, 消耗很多能量, 你能夠使用。 所以,消化系統得不到足夠的休息, 你的消耗能力也變得越來越弱。 然後,你就會有消化不良這樣的症狀。 如果你有消耗不良的情況, 你一定要試一試, 在兩餐之間不要吃任何東西。 兩餐之間可以喝水。 讓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你早飯已經吃得很好。 七點鐘吃了早飯。 然後去上班。 你覺得有點餓了。 因為早飯沒有吃得足夠。 因為太慌了。 你也沒有吃飽。 所以,在這個消耗系統裡面就開始出貝了。 食物直接到了消耗系統。 現在你的腦袋是努力 從早飯所獲得的營養。 早飯三個小時後, 這時候你的腦袋開始休息。 你的腦袋就會說, 我現在可以休息了。 我可以休息兩個小時, 然後再等到吃中午飯。 然後你吃點零食。 然後你的腦袋就說, 噢,東西又來了。 我還要工作嗎? 然後你的腦袋就說, 我真的有點累了。 所以,在兩餐之間吃的東西 不容易很好地被消化掉。 這時候, 早上的食物已經到了小腸, 也沒有被很好地消化掉。 因為當你的腦袋接收到新的食物的時候, 在兩餐之間吃的零食。 然後你的小腸就不能夠正常地工作。 所以,你自己是你的消化系統得到了很糟糕的食物。 你又在吃新的食物, 還要在吃早飯消化的食物, 所有的食物都沒有被很好地消化掉。 在腸胃裏沒有被很好地消化掉的食物, 它們開始形成。 當肚子裡的食物被發酵, 在肚子裡開始發酵。 經過這個發酵的過程, 它會產生很多毒的氣體, 它會刺激你的腸臂。 腸臂會感覺到很不舒服。 腸臂就會變得非常不正常地工作。 所以,你會開始感受到肚子, 因為食物要出來了。 胃也覺得不舒服。 所有的東西在肚子裡都覺得很不舒服。 最主要原因是兩餐之間吃的食物, 在兩餐之間吃的食物非常不好。 我希望你們知道, 你一天吃三頓飯, 早飯要吃好, 中午也要吃好, 晚飯吃得越簡單越好。 而在當今的社會, 晚飯成了最重要的正餐。 為什麼? 因為最主要人們 在早餐和午餐的食物不足夠。 下班之後回到家, 你想好好吃一頓。 在晚飯吃得過多, 並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多食物, 尤其是豐富的食物, 它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 尤其是你在晚餐吃得很晚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九十點中所吃的夜宵。 讓你覺得非常疲憊。 然後你睡覺。 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腸胃還在消化, 還在工作。 這種情況下, 人的睡眠是不好的。 因為你身體還有一部分在工作。 所以晚飯要吃得很簡單。 比如說六點中吃晚飯, 在晚飯之後就不要進食。 讓你的腸道完全完成它的工作。 然後十點中睡覺, 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會有很好的睡眠。 好的睡眠對於一切都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對你的身體裡的T細胞。 T細胞會很高的力量, 當你有很高的睡眠的時候。 T細胞會恢復到非常好的狀態。 當你有好的休息的時候, 你的細胞分裂也很快。 因為它需要你正常的休息, 在平安當中, 在愛當中。 你就分泌出生長激素。 那些生長激素會刺激細胞的分裂。 尤其是那些幼小的孩子, 必須要有充分的睡眠。 現在很多孩子睡得很晚。 因為他們在上網玩遊戲。 在電腦遊戲之前, 他們是那樣的興奮、那樣的集中。 他們很晚才睡。 很晚才睡, 對於是對健康很不好。 所以,孩子們最好在十點前就入睡。 這樣的孩子, 體細胞就會變得非常結實。 所以, 有規律的這種生活方式非常重要。 而當你過度食用飲食的時候, 你所攝入的飲食超過你的需要量。 所以, 你的身體會分泌出過多的氧化自由基。 而這些氧化自由基直接傷害到基因。 目前科學家們發現, 在實驗室裡, 他們給一些小動物過度的食用飲食, 讓他們測入過多的熱量, 可以縮短他們的壽命。 所以, 對於健康來講, 過度的飲食是非常不好的。 在實驗室裡, 科學家們使用的那些小老鼠, 吃到一百卡路里的食物。 在實驗室裡, 他們的壽命就是兩年。 如果科學家們使小老鼠的食物減低到75卡路里, 降低到25%。 然後科學家們發現, 他們會活到兩年半的時間。 如果把他們的食物減低到50卡路里, 然後去掉了50%的食物。 這些老鼠就能活到三年。 你覺得這個生日是特別吃驚的。 所以科學家們這樣想在大自然裡, 他們每天的摄入量是50卡路里。 那為什麼實驗室裡的老鼠會吃到一百個卡路里? 科學家們覺得是因為實驗室裡給老鼠過多的壓力。 因為在實驗室裡每個人都會覺得壓力。 在一個籠子裡有太多的老鼠。 他們沒有彼此相愛,他們彼此打架。 所以我猜想他們是不想活在這個籠子裡太長的時間。 而在他們身體裡的基因已經不正常地工作。 所以他們就會想多吃一些。 我們人類也是這樣。 當我們處於過度緊張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種傾向,就是想更多吃一些。 也許就是這樣我們的壽命縮短了。 所以對於健康來講,生活方式至關重要。 在以後的講座當中, 我會講許多關於人體壽命的細節的講座。 大家下次見。 謝謝。 謝謝。 好